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大楼 今天下午传出了炸弹恐吓消息 警方和消整局在接获投报后 马上派员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同时基于安全理由 在下午3点40分 疏散了所有访客和官员 并且围起了封锁线 禁止民众靠近有关大楼 警方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根据了解 部门官员向警方投报纸 一名女官员签收了一份 怀疑具有炸弹的包裹 为此马上向警方报案求助